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伊犹斯文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会来跟大家分享 有一些呢 上班族经常要转职的时候 是找到了一份工作 或是甚至有多家工作 在选择的时候 就会觉得 诶 到底这家公司的工作 到底适不适合我呢 到底我要怎么来评估 那我这边呢 想要借由我过去 多年的经验 那也经常在跟用人主管这边 来做一些 领选部署的时候 会有一些 想要去确认的一些重点 那基本上呢 我经常在跟用人主管 再去做一些分享的时候 会请他要去确认 这个人呢 他的工作动机到底五不五 和我们公司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反过来 今天我想跟我们的求职者 这边来分享 到底我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呢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可以 藉由这三个部分 确认工作动机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 第一个部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企业文化 也就是我的价值观 还有就是我这边呢 的一些个性 到底适不适合这一家企业 也就是说有一些公司呢 他非常重视的是 比较重视绩效 有些公司呢 比较重视年质 那到底你比较重视什么 你觉得什么比较重要 第二个部分呢 这家公司他的人才 他的主管 到底是内生还是外品 如果你是一个很有企图心 你希望短期间 能够升到主管 那其实这家公司呢 他是以言之为导向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 要等待很久 那这个部分呢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些 期待的落空 所以呢 如果各位 在这个契约文化上 有一些犹豫的话 我建议你在面谈的时候 可以去确认 请问一下各位公司的晋升的比例 大概是从内部培养上来比较多 还是从外聘 这是第一个部分 要去确认的 第二个部分呢 可以去确认 是主管的领导风格 到底跟你的期待一不一致 就我们过去的研究发现 所有离职员工 大部分大概六到七成 都是跟直属的主管有关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也是要提醒我们应征者 也可以去了解 你到底跟这个主管的T 到底合不合 因为呢 领导风格没有好坏 只有适不适合 有些主管呢 他比较重视的是工作导向 有些主管呢 他比较是重视了人际导向 那你自己呢 如果你是重视的是 人际的一个互动 非常在乎 这样子的一个气氛的话 这个主管可能会比较是 就是论事 你可能会跟他相处上 会有一些些的摩擦 另外呢 这位主管还是比较集权 什么事情都要由他来做决策 还是他会希望 就是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试问就是 你自己 我在乎的是什么 我喜欢自己有一些自主权 还是我喜欢天命行事 这个部分呢 也会影响到你 愈不愈的继续待在这边 最后一个 要分享的是工作内容的部分 我喜欢的工作是比较固定的 还是希望有一些弹性 还是经常可以有一些有创意的展现 这没有对错 这有我的个性适合在哪里 比较能够发挥你的专长 接下来呢 在工作内容的部分 还要再去确认的是 这位主管可以给你的一些空间 还有你可以发挥的部分 也就是你的专长跟这个职目 到底补合度高不高 我的专长可不可以在这个职目里面 可以比较持组的展现出来 如果展现的越多呢 对你这边在胜任的部分会越好 所以我们以上是我这边提供给大家 在转职的时候 可以去确认的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气力文化 从最大的垢面这边来确认 第二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引导风格 第三个部分 在最后确认我们的工作内容 到底有没有吻合你的专长 还有你这边的需求以及个性 好 以上呢 是我这边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 最后呢 要祝福大家在职场呢 我们可以工作得很顺心 然后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好的位置 适合的位置 谢谢